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三百六十九集 一个印记 白小纯心肝都快要跳出来了 他很害怕 若对方只是一个人 白小纯立刻会转身 一身正气的打过去 即便是两个三个 白小纯琢磨着 以自己的英雄气概 说不定也能去打一架 他觉得反正以自己的肉身 估计两三个同井修士 还无法将自己轰杀 可现在白小纯 只是回头余光快速一扫 就看到至少有数十个同井修士 一脸杀气的追击 一想到这么多人 若是每一个都给自己一下 哪怕不死长生公再强悍 估计自己的小命也丢定了 想到这里 白小纯内心的憋屈 如滔滔大海 对于小乌龟的恨更多了 小乌龟丝毫不觉得自己坑了白小纯 此刻跟在白小纯身边 目中露出兴奋 在那里不断的嗷嗷叫唤 来呀来呀 你们这些弱鸡 有本事灭了我主人 声我嘶喊后 他又快速的对白小纯低声开口 小白兽啊 你不要怕 不就是一群弱鸡吗 来来来 你把我扔过去 我呸死他们 你 你闭嘴 都怪你 白小纯怒吼了一声 他不敢继续声小乌龟了 一想到方才那个脸上有乌龟印记的家伙 此刻那疯狂的样子 白小纯内心就是一颤 着急的向前 急持逃顿 他的身后 轰鸣阵阵 种种竖法五光十色 有冰山 有天雷 有火海 有藤蔓缠绕 有数百飞界撕裂虚无 还有一大片的波浪凭空出现 在四周形成浩瀚的漩涡 这些竖法的威力 或许不如禁止之力 可数量之多 集合在一起后 形成的杀伤力一样惊人 且最主要的 面对这些人 白小纯也无法取出归文锅装死 禁止之力 不会掀开归文锅 可他身后这些人 他们有手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里印记山都没了 怎么还不开启传送啊 再不传送 我就死了 白小纯哀嚎 他速度虽快 可他身后的追击者太多 竖法之声 怒吼之声 不断的回荡 白小纯 你别跑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 现在变成兔子了 之前你欲挑战我等 现在我们给你这个机会 你站住 咱们决一死战 这一刻 三宗修士无论男女 都需要把内心积压的郁闷 全部的发泄出来 杀意滔铁 使得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远远看去 这近百个杰丹修士 化作了近百道长红 追逐前方的白小纯 尤其是之前那个 脸上被小乌龟拍了一下的 星河月修士 他此刻 内心早已疯狂 脸上的印记 他又尝试了好几次 可却丝毫无法擦掉 以至于他身边的人 在看向他时 都不禁神色古怪 似忍得很痛苦 这样的目光 让这个修士抓狂 吼声最为强烈 白小纯 我要杀了你 白小纯 刚刚躲避了飞舰 穿梭了漩雾 走过了火海 可还是被几道雷霆 闪电给轰击 身体一颤湿 铁袋在他怀里想要冲出 被白小纯一把 按了进去 不要出来啊 这里都是坏人 白小纯哭丧着脸 仗着自己皮糙肉后 再次逃顿 这片传承之地 范围不是特别的大 尤其是对杰丹修士而言 以他们的速度 此地用不了多久 便可横扫一圈 眼下 白小纯 惨叫忠 已带着身后那众多 杰丹修士 几乎绕了大半圈 他绝望的发现 这些人 弃而不舍的同时 这传承之地的传送 居然还没有出现 最重要的 那些追击的杰丹修士 已经开始兵分三路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逼近 白小纯 这一次是真的抓狂了 他双眼赤红 猛得大吼了一声 这是你们逼我的 小乌龟 来 白小纯 右手木然抬起 小乌龟在旁边 一听白小纯的召唤 更兴奋了 嗷嗷大叫一声 身体瞬间就出现在 白小纯的手中 被白小纯一把抓住 向着身后狠狠的移植 嗖的一声 小乌龟化作一道残影 速度之快 绝非杰丹修士 可以闪躲 而小乌龟 在这急速中 还发出嗷嗷之声 眨眼间 他的身体就轰的一下 落在了一个 集合院的大汉的右侧脸上 声响轰鸣 这大汉惨叫一声倒退 喷出鲜血时 还带着不少碎裂的牙齿 抬头 他的右侧脸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乌龟印记 有头颅 有尾巴 有四肢 活灵活血 大汉愣住了 下意识的擦了一把后 发现擦不掉 又看向星和月 与自己一样被小乌龟拍中的羞士 仿佛是看到了自己 这大汉 眼睛立刻就红了 发出一声滔天怒吼 向着白小春 死命的追上 甚至 在这愤怒下 这大汉展开了独特的神通 身体竟一瞬间 速度飙升 竟直接超越众人 出现时 赫然在了白小春的身边 白小春 你给我死 这大汉右手抬起 体内结丹气息 轰鸣爆发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更是在他身后 隐隐出现了一尊魔手 一尸之节 魔气滔天 这巨大的魔手 直接伸出 向着白小春一把抓来 在抓来的过程中 这魔手不断膨胀 很快就化作了数百丈大小 急速逼近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白小春一样大好 在那魔手来临的刹那 他右手抬起 向前猛的一挥 顿时 紫气之鼎 骤然出现 向着那魔手 狠狠的轰击而去 巨像惊天动地 天道金丹之力 形成的紫气大鼎 在与那魔手碰触的瞬间 立刻崩溃 一同崩溃的 还有那大手 更是在这崩溃中 这个紫气大鼎形成了冲击 横扫四方 使得那集合院的大汉 全身一震 喷出了一口鲜血 白小春毫发无损 可他心中也有怒气 此刻右手抬起 高呼了一声 小乌龟 小乌龟立刻兴奋的 直接出现在白小春的手心上 白小春身体一晃 刹那靠近这后退的大汉身边 拿着乌龟一巴掌落下 我再给你盖一个 白小春吼声中 拿着小乌龟拍在了大汉 另一边脸上 又拍在了胸口上 很快的就连续 啪啪啪的拍了十多次 大汉鲜血不断喷出 目中露出疯狂 最终不惜散出体内的本命单气 这才轰开了白小春 身体急速后退 看向白小春时 疯狂被骇然取代 而他的身体 此刻密密麻麻 出现了十多个乌龟印记 来啊 来啊 白小春傲然开口 他正要吹嘘几句诗 几个数十人的术法之语 呼啸而来 眼看那术法内 天雷与火海弥漫 漩涡与狂风交错 更有无数藤条扭曲 白小春内心疑产 急速后退 几乎在他退后的刹那 他之前所在的位置 顿时虚无崩溃 被大片术法 直接的轰遍 太凶残了 你们仗着人多 有本事 一个一个来 白小春赶紧展开 不死长身宫 凭着强悍的肉身 急速逃顿时 还不忘向追杀者吼叫 对付你这种无耻之徒 我们就要一起出手 这样杀了你 我们哪怕触犯了规定 也都无碍 星河院的陈云山 在人群中连忙开口 声音传遍四周 坚定了不少人的杀意 陈云山 这白小春一眼就看到了陈云山 从始至终 此人就不断的针对白小春 白小春记恨在心 此刻 眼看陈云山还要继续说话 白小春愤怒 一把扔出小乌龟 盖他嘴上 让他闭嘴 小乌龟兴奋的呼啸而去 速度之快 刹那就出现在陈云山的面前 陈云山面色大变 想要闪躲 可却根本就快不过小乌龟 轰的一声被小乌龟直接拍在了嘴巴上 满口的牙齿飞出 残叫中身体倒退出去 白小春 陈云山发狂了 双眼冲血 顾不得脸上的印记 大吼之时双手掐绝 立刻震震星光之力轰轰降临 使得他的速度一下子暴增 直奔白小春而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